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宁维璇觉得哥哥已经在妹妹和爸爸之间选择了爸爸 所以宁维璇的家就不再是他家 高燃只好把宁维璇带回自己家 宁维璇一直一言不发 高燃很不习惯宁维璇这样安静 便为上次的事情道歉 还给宁维璇做鬼脸逗他开心 宁爸爸胜任这天 树依然一大早就来宁爸爸家里帮忙 宁爸爸和英妃都很喜欢树依然 认定这就是未来的儿媳妇 宁维璇带着丁丁来的时候 宁爸爸完全没有好脸色 人还没到齐呢 怎么就开始了 小璇 怎么 不欢迎我 欢迎 当然欢迎了 你能来 爸爸特别高兴 当然欢迎了小璇 你看你爸爸高兴的 他一直在家提你呢 我爸最不喜欢这种甜蜜蜜的东西了 又做做又不健康 我爸喜欢吃这种接地气的 以前你过生日的时候 妈妈都会亲手煮一碗长寿面给你吃 现在妈妈不在了 就由我来做给你吃 小璇 你尝一下 看是不是以前的味道 怎么样 是不是和妈妈做的味道一样 小璇 你的心意爸爸知道 来 坐下一块吃 我就是来送个面就有人不高兴了 我要是坐下来吃的话 某人还不得恨死我 我扫你们的心了 各位吃好喝好啊 小璇 小璇 你别跟我说话我不认识你 反正我现在蹊跷了 宁为锦和丁丁说起了自己的家庭 小时候妈妈得了乳腺癌 丁丁这才明白宁为锦的为难 觉得自己之前不该劝宁为锦回家的 宁为锦现在很庆幸 因为她发现有丁丁陪着 回去见爸爸也不是那么难的事情 遇之后是如何 请登陆投讯视频搜索 简情人不知 速看吧